这个要知道 你还有某在啊 还有我有多大功德了 这个不行了 如果做这么多三能体空 一丝毫不执着 那就是功德 你看他明明先没放下 叹诚迟没放下 一听不顺耳就发脾气 这哪来的功德呢 那修的什么 福德 如果梁武帝问 我佛报大不大 那一定老后人说 很大很大 佛报 他修的是佛 不是功德了 功德是清尽心的 做得越多 心越清净 都不然 就真的去考验 那是功德 心上痕迹都没有 是功德 念念不忘 是福德 福德是障碍 往生的时候 也有了戒引 什么是戒引 天人戒引 升天去了 往生时 阿弥陀佛 观音师志来戒引 那不一样 所以 要成为敬业之助音 就是不足 做再多的好死 但如没做 不要去想他 福深以心愿 对于净土 深以心 对于阿弥陀佛 深以心 愿 决定 发愿 求生 净土 在 持明念福 持佛 明后 念六个字可以 念四个字也可以 这样呢 自他 尽力 长落 无极 所以 断过 修善 越多越好 利益大众 心底 一定要 清净 决定 不能有 丝毫 忍住 这就对了 能懂的这个道理 认真去做 你做得越多越好 不懂这个道理 做好事 多着想 最好别做 那就是 庞英居士 说的 好事 不如 无事 无事 你没有障碍 你做这么好事 常常念着好事 变成障碍 做再多的好事 等于无事 行 这是真好事 还挂念着好事 就不是好事 你的心被染污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经上讲得很好 心近则佛途径 你怎么往生 是心清净往生 心里头只有佛号 其他的都没有 这决定的神 心里有佛号 还夹杂着别的念头 就威逼的神 那就真的是碰巧了 像开了个号码所 这牛 这牛 对准 对准 你才往生 差一分一好 都不能往生 这个东西 不能不知道 自他经历 后头一句话 长落无几 这不容易得到 这是发气充满的 这是真正用功 功夫得力了 是真正用功夫别的 所以你将会做下风 我们已听到